嘿好啦 我想這應該是我很自從解析過一戰這部遊戲之後 過了很久之後才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影片 關於歐陸戰爭161910 昨天因為我在評論區看到一些 看到一位觀眾 我對於介紹稍微偏頗一點 就是認為說這個人口系統很剛好啊 還有什麼的 所以我不知道欸 我就是想要來做點怎麼說 應該說是澄清 我有10強傑克森 游利西斯格蘭特 喬治米德 謝爾登 中文字叫謝爾登 我謝爾登也沒關係 還有大衛法拉古特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在玩每週戰役都會有這些將領 那我要這次我這個影片主要就是想要來講解 為什麼我會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遊戲這麼難的原因 當然 我想到的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透過戰役系的解說啦 對然後你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沒有解 就是頂多就是步兵生命行動力 這個我有解鎖而已 那就是加20點生命跟加1行動力 這麼簡單 好啦其實我覺得還是有用啦 就是加行動力這一點 然後啟兵攻擊一樣 一樣是生命行動 炮兵也一樣我有開過一下 開生命行動 船 船甚至只有生命 因為行動要2張 那要塞呢我也是有了耐久跟戰豪 那基本上就是有強化 有稍微稍稍強化過而已 那我也可以告訴各位 我真的成功的打贏奧斯曼帝國過 你看2020年1月23號 我那時候還蠻歡欣鼓舞的 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終於贏了 對然後我才拿到B等而已 但我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贏一次 但是基本上我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是說 我也不知道啦 總之我就是想要來解釋 透過一場戰一切來解釋為什麼 我會覺得這個 This is shit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覺得 有些人覺得歐陸戰爭六戰很合理 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這個人比較習慣 該怎麼說 我這個人就是比較習慣那個吧 那我覺得我玩過 我覺得我玩過那個 玩過土耳其了 那我覺得最難的是義大利 那不是重點 我玩過土耳其 我一開始的攻擊方向 其實在俄羅斯項還是蠻順利的 你可以看到我從第一比利斯 Tibulis 然後拿到這個二級城 再來拿到查理金 最後又拿到這個二等城 在南下回來 敦涅斯克 敦涅斯克 然後最後 因為這邊 到這時候 到我第一次跟俄羅斯糾纏的時候 戰線 在這邊中央戰線已經全部都爆炸了 所以基本上我也沒別的選擇 就是只能繼續推 繼續跟俄羅斯作戰 一邊組織戰線 所以我想我們這次就一樣要使用戰線模式 來進行全部的戲 就是全部的東西 然後我一直在想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選 我覺得一直選法國或者是西班牙 會對我們更有幫助 但是我個人還是很傾向於 那個阿 我們的奧圖曼帝國 那 那真的是奧圖曼帝國我已經玩過了嗎 我還是想要有點體驗 不太一樣的東西 嗯 所以我就來玩葡萄鴨好了 我不知道啦 葡萄鴨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再 怎麼說 回到 回到奧圖曼去 OK 好 那我們開局一堆對手 那我們的人口是54 這裡還算可以掌握 我還可以自己提升人口阿 反正好 先傳統的事情先做一做 然後 這些只是 來不兵嗎 老樣子 Initiate battle soon as possible 然後你在這邊 上綱 上位 我們的第一位將領 中央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 我的目標還是先組成一個 戰線啦 所以說我們或許 就是 先派成海軍吧 那當然就交給大衛法拉古特 法拉古特 法拉古特 我們先組織戰線之後 我們再來 求個 前進 前進 前進就是了 所以我要先組織戰線 然後 下一回合我要先蓋個民居 OK 我們現在就可以蓋了 有意思 我們就趕快撐到160民居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是邊造兵 邊製造戰線 邊把這整個邊界都圍住的話 我們應該會有 比較高的存活機率 因為在南方很明顯 我們的 西班牙 西班牙對手沒有多少的 沒有多少的實力在這邊 所以我想 我的計畫就是去 先暗轟 曬維利亞 反正就是在 所以我們葡萄牙的邊界一邊建立防線 一邊防禦 一邊防禦 就對了 我是覺得玩邊界的國家最簡單啦 所以 我會選擇在這邊界 邊界之地 奪得我的天 OK 我們先打掉這家話好了 它會有點煩 北方很明顯 是最受攻擊的地方啊 不過 不影響我的任務 我們的任務 是要得到一個土地 國的土地 我要繼續組織民兵 然後 人口在哪裡 OK 人口沒有一開始就達到160的城市了 國家的話還是蠻建議 一開始新建 人口建築的啦 請幫你做點什麼 話說 我也在想為什麼有這些 有這些加拿大人 然後卻不讓玩家玩的意義在哪裡 呵呵 如果他們不讓 把意大利 把加拿大開進了 開進了 搞不好我會想要挑戰一下 然後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也很白痴的 我連續挑戰了那個 教皇國三次國 結果每次都是失敗 以失敗告終 真的要我說的話 我覺得還蠻白痴的 那個 整個戰線啊 整個規劃啊 都很無聊 不是說無聊 應該就是說 這根本沒有戰線可言 我們的戰線就是那個城市 還有可以擋住的那個地標 然後每次我都會被打爆 被打爆帶走 帶回家這樣子 就是我都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我們攻擊港口會對我們有效 反正我的目標跟我剛才講的一樣 建立主要的防禦線為優先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今日課題 請注意喔 我們今日課題就是要維持防禦線 在南方我們當然可以先不用那麼在意 因為南方 我其實 我其實蠻在乎法國的進攻 因為我認為他們會成功 他們有很高的機率可以成功 至於 而且西班牙很明顯把主力的將軍都放在對他們身上 除了海戰之外 海戰我是不太在意 然後 然後 這個Cavary 執行西洋作戰 因為我等一下 暗轟 搞不好暗轟個兩回合就可以結束了 然後法軍也可以在這邊牽制敵人 所以我們在 某種程度上算是可以主動攻擊的 我們是主動攻擊的那一方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趕快拿些程式 好讓我可以升級之類的 話說回來如果建立 喔對沒關係 我記得升級會給那個 好 我們等一下再升級那個明居的部分 現在先不談那個 OK 我是記得幾乎每個國家 你有兩個層以上他就會給你那個 提前加入 嗯是很好 但我沒有那個 沒有那麼急 所以你慢慢來吧 我不急你不急 然後我很希望我可以趕快造出一門工程砲 工程砲的話 我們會有更有效的一個時間 有工程砲呢 要圍攻那個 打下程式就會變得非常簡單 對然後我需要的是 其實火砲的種類是什麼不重要 不要用工程砲就好了 工程砲真的很爛 進行火砲我覺得還可以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一戰砲 但明顯我們錢不夠 所以讓我們按轟 我們的按轟會是更有效的一個手段 然後前線的話 我們現在組織的 OK 好繼續組織 這樣我們東北的話 我們西北的話完成戰 欸不是東北 這是東北 我們完成東北戰線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對啊 我們基本上很仰賴盟友的實力啊 Bavaria也加入了作戰 對啊你看一看到我們靠步兵攻擊 根本就沒傷害可言 那我們就一樣繼續保持我們的戰線 好 西班牙也開始 欸我是說那個法國開始有點戰績 好 我們第一座城市拿到手了嗎 還沒 下回合一定拿到手 我們先升級人口 對 而且很可惜的是 人口沒辦法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生長 收入 雖然這在大支部水羅馬一樣啦 人口就是很Dubbed 就是那樣子而已 收手這樣子 那 他們又招募了單位 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 先攻城 然後把港口給Disable 民兵 好 果然敵人開始會一直出新的單位過來 那我防YTU就這樣先吧 應該不算什麼問題啦 現在 以現在來說 好 我們拿下第一座小城 塞維利亞 然後得到順 附帶一個港口 我們的Cabry 就盡量不要太靠近 反正距離可及就到 距離可及 讓我們能佔領城市就好 往南方走勢必有點危險 不過現在馬德里沒有新的單位 因為我們沒有主動靠近他們 這一代還蠻要求你做防禦方的 因為防禦方的那個 該怎麼說 有各種各樣的優勢啊 所以我們就作為防禦方 然後竟然去偷他們的小城市 對 然後就防守他們的重地就是了 然後我希望可以在這邊蓋個火炮場 但是 需要點錢 好吧 下回合我們來蓋工坊 恩 我們現在人口上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巴黎公社 好 一個事件 Event Event 好像沒有把那個放開來 我真的搞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不過我們也不能太靠近啊 因為 好沒關係 就讓我來蓋個工坊 錢每次都這樣 錢就這樣不夠了 唉 算了 替換 來不槍兵還有個優勢 就是移動速度超快的 他們不會受到地性限制的影響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他們比較好 他們是很優秀的單位中 那我想要繼續圍攻這裡啊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盡量以有的實力來攻擊就好 唉 這是一個滿麻煩的做程 但是讓我們這麼做吧 話說我一直覺得市場的升級好像一直都沒有什麼 顯著的效果 對啊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設了 OK這我沒辦法設 好那很明顯我們要等 那好 海軍到下一個城市去暗轟 希望可以在這邊建造一個城市什麼 不過沒辦法 我們連二級城市都升級不了 更何況 那個三級 好 丹麥反而是一個滿特殊的國家 他們雖然城大 然後也很容易被殺 但是他們卻有一種得天獨厚的實力生存下來 我們在這邊蓋個工廠 因為這樣會阻礙他們的視線 所以對我們來說算是有用 然後你進去防禦 擋他們 我們的戰線這次並不是很完整 但是算了 我們就維持在這邊東北的戰線 他們現在騎兵沒有出門了 OK Cabber 他們的行動 先暗轟 我們要在乎這個嗎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 這是什麼 重點是這是什麼 好 沒辦法看 這也算是好改動吧 看不了也是一個滿重要的點 如果等我沒有火炮之後 攻下這幾個城市 絕對不是問題 就是 然後我希望法軍 就 就行行好吧 把這些 把這些城也讓給我們 這樣子 OK好 我們看下回會發生什麼 我預計等一下他會召喚單位 西班牙會在那個城市召喚單位 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利的 然後德國嗎 按錯了 該死的 對他們知道 看這個城市 最好是有騎兵場 他居然給我招募了一個胸甲騎兵 你跟我說這是正常的舉動 沒有啦 不是說正常的舉動 反正重點就是 這真的很奇葩 好我們先把這傢伙消滅 他們除了純粹的海軍 是沒辦法打下城市的 這有點狗扯就是了 真的是 起碼你要作弊 也給我作弊正規一點吧 你要出高一點單位沒問題 那你也在馬就出高階單位吧 你在一個一般的城市出一個高階馬就單位 你真是有病 然後我們的確吸引到敵軍的注意 不過那只是個馬就而已 說到底 我們可以隨便佔領 如果是要塞 我可能會比較擔心 結果只是保養而已 Alright that is fine 然後我們就去找民兵 Well 能保護前線就是好兵 所以 也不用在乎到底他有沒有戰鬥力 真的是你要讓戰線維持住 變成一個牆壁卡住敵人的正角的話 那我們就算是有效了 有效的行動 OK看來法國對那有興趣 他們把騎兵派走了 那倒還好 他們的行動 AI的思維沒有比較強 說真的 好啦 我覺得這種兵棋遊戲 你的AI行動思維還沒有那麼強的話 算是一件蠻可惜的事情 然後火炮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 果然那邊還不太夠 我需要這個270 所以讓我們這回合不要花錢 想辦法的話 嗯 我不知道我轟下去他可不可以進駐 不過讓我們走到這邊來 然後你去轟他 只是民兵而已 沒什麼問題 他們只要不要拿回我的城市都沒有問題 無所謂 OK 英國土球協會 我覺得這個 我們選擇這個派系要打英國 是個蠻白痴的一個選擇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這樣 不能說白痴吧 應該說是一個蠻 糟糕的一個 一個表現 presentation bad presentation 嗯 我需要野戰炮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需要一回合 對啊 好讓我們等待吧 我們對馬德里不要輕舉王洞的話 我們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很好他們沒有選擇招募新單位回來 所以又是我們的城市 another city for ours 那再來我們可能往北走繼續攻擊 在我們的海岸 我們在我們的戰艦還可以繼續偷東西之前 我們就繼續這麼做 看來 看來這種邊緣國家還是有機會 在這代還是有機會 如果你要說在以前的話 這個機會可是連有都沒有的 在我們的1804上面 這個機會是有都沒有的 所以 對啊 在總體上我不是那麼喜歡這個這個機制就對了 我覺得很快我們要面對的是英國的突襲啊 我覺得他們的任務 他們的目標 會放在我們身上 他們會 他們甚至會忽略法國 就為了消滅我們 要我自己判斷的話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我們戰艦隊繼續轟那裡就好了 然後他們很靠近這裡 但不影響 好 那我們的第一個火炮 我們的喬治米德會非常重要 他是我們攻城的主力 也是我們可能拿下馬德里的希望 所以 他不能死 誰都 誰都 誰也不能 誰也不能把他殺了 OK 好險我們還可以過這個好旺角的部分 呃 直撲羅陀的部分 然後我要不要 我派個傢伙去吸引他們的火力好了 不然他們被直接攻擊我吃不消 然後你回來這裡 不一定要攻擊敵人的行動 然後你看 二級的城市出新式步兵 平常有五等 唉 好啦 我不是要來說作弊很糟 我是要 我的意思是說 好啦 我剛才說高一階的單位我可以接受的 呵呵 算是高四階 OK 高三階 講錯 唉 總之一樣啊 好啦 我們現在有喬治米德 我現在就希望他不要被這家伙轟到馬上沒有些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想我要 安置他一下 或者是 找點東西給他 找點東西給他 找點東西給他打 旅行法案 看來英國的目標是法國 嗯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他們的目 總體目標是要攻擊我們 OK 他們沒有攻擊我的城 攻擊我的人物 那很不錯 他們也沒有攻擊我的戰士就是 呵呵 OK 然後我們就先想辦法拿下這裡啦 OK 他告訴我 我可以拿下 太棒了 新的城市 新的 展現 我們應該先擋住他們 所以 這個圍城就先 relief 對 然後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邊只是Malicia而已 但這邊有更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注意一下 再來 喬治米德 等一下想辦法走到這邊來 然後再攻擊 拉科 魯尼亞 我希望還是盡量不要被發 盡量不要被倒過來吧 不要走過來這裡 然後 帕爾馬感覺有些價值 馬賽龍那邊拿了 但那不算什麼問題 如果 就算跟法國一起 共同 共同割著這個吃 也算是有用的啦 對啊 我們就趕快把西班牙 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把西班牙給揍掉 看看能不能有什麼好處 但是把西班牙揍掉 我就有點疑慮了 我們需要 接下來需要做什麼 這就是個問題 這將 這將是個問題 對啊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 會是一個問題 OK 他們拿到了波爾圖 唉 真是糟糕 我的防線就這麼差嗎 趁他城市還沒有多少防禦 我們得趕快打一下 太糟糕了 但也沒有到非常糟糕啦 要我說的話 這頂多是 有點問題的程度而已 不到說 哇 我要世界末日 沒有 沒到那麼嚴重 我們把這拆了 我需要的是4秒 I need I need tempo 好 直接攻擊新式步兵 新式步兵 在AI身上就有很強大的攻擊力啊 在我身上卻沒有強大的攻擊力 有時候真的心裡不平衡耶 好啦 我們繼續追上去 我在想要不要打死他 但是敵軍的騎兵也已經靠近了 這也不是我的 所以說到底其實沒差 我們現在想辦法把波羅圖拿回來吧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 喬治米德剛剛也要到了 也要到了 前線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算是有用啦 我們的行動很快就到 真是的 你打死他們 因為他需要4秒 天啊 炸掉 還是沒破壞城市 那沒差 運輸船不是什麼問題 他們果然衝過來了 衝啊 代表我得在這邊招募一點單位 來保護一下那裡的部分 沒關係 波爾圖我們先拿回來 嗯 喬治米德 很重要 希拉被打爆了 一道之內 我可以選擇去奧圖曼 反正是把邊界都拿下來就對了 你看他又招募一個將領 我的天啊這搞什麼啊 不過他看起來很一般 豐富的希拉 好吧 他有戰力啊 他有戰力 但我們得撤了 但是圍城不用解 我就繼續維持這樣 先把它幹掉 好 OK 再用前線 再用前線有人就好 這下 這樣不好廣 好 往前走 西班牙 你的末日已到 我們今天用寺廟為 恢復人們的血量啊 不然我們會有問題 然後我需要把喬治米德給擋住 不然他會死很慘 話說為什麼要叫黑山啊 他們明明就蒙特哥羅 啊 可惡 好 沒關係 我們先擋 我們已經擋住他了 擋住他 喔 你看 他們過來攻擊我了 好 不過我們應該拿下來了 喔 你就開玩笑吧 Shit 我沒有成功 We failed 那是我不擔心的東西 OK 我們離岸邊有點距離 嗯 OK 那邊有一些民兵 但是民兵不算什麼 我沒辦法讓他戰鬥 沒人可以戰鬥 真的 好 不過萊福槍兵可以繼續 喔 你們這些法國人 You damn French Why don't you help me 好啦我們打敗對手 但我覺得那城市應該保不住 法國人 你應該保留那城市給我 You broke our deal 好啦沒有其實他沒有broke my deal 好啦我想應該先到石器回合吧 我這個人不太喜歡過完 OK我們先把波爾圖拿回來了 這是個好消息 因為有夥伴的來幫 夥伴的支援 OK別小看喬治米德啊 應該說別小看我們的火炮啊 In general OK我們等到拿下這城市 嗯 就要我說的話這結果還不錯 但因為會比較遭受炮火轟炸 所以我想 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至於這裡 我們這兩位將領要在這邊補給很久的時間 因為 外面那時候戰艦真的別擔心 等把他城市都拿下來 他也沒有家可以回去的話 那就是我們的勝利 所以不需要急著把人家幹掉 什麼的 我在想我們招募一個民兵就好了 雖然他們拿我的東西超可惡的 但是沒辦法 Ali is an ally 等如果他們沒有修城市的話 我們其實有有機可乘可以去拿回來 不過這有10點 10點的那個防禦 這裡有10點防禦 連這裡才沒有防禦 那但他們不會拿我東西的 好不過 反而我們自然是承擔不起 Well then 好啦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結束吧 因為接下來的重點就是在於 我們能不能去幫助法國這面上 反正這次的官方戰役系列 我會持續玩下去 直到我們戰敗或者是勝利 我覺得勝利是絕非不可能 但是我會 我會需要做很多工作來勝利 例如我們可能要分很多實力跟法國 一起打出把英國人打出去 英國人又會一直不停不停不停送單位進來 我有看過 因為我在做英國的盟友時候 他也已經有這個傾向 所以 然後 或許俄羅斯可以成為我們的英國 可以成為我們對抗普魯士王朝的一個存在 然後奧地利很明顯已經死了 所以 基本上我們能幫的就是法國 我希望法國能 我們應該能在support法國很多時間 然後義大利應該可以自己做得很好 因為他們這個山區其實非常的容易守備 然後 就是說 還有奧圖曼的這個要解決 奧圖曼是個問題 不過奧圖曼有俄羅斯嘛 好啦 那我想今天先到這邊結束 他說我們的人口上限也快到可怕的160了 威爾蘭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